阿波羅11號太空船登陸月球的直播 可謂轟動船球 但其實只要再仔細看到幾次 就會在直播當中發現很多令人廢解的地方 眾所周知月球是被真空包圍 那為什麼美國的國旗 在沒有風的環境下仍然能夠飄下飄下呢? Hello 歡迎收看高歌恩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看一個關於 存在超過50年的世紀謎團 《阿波羅計劃》 現在就讓我們來一起探索這個謎團吧 在1969年7月20日 美國國家航天局宣佈 載人太空飛行任務成功 人類首次登陸月球 太空船阿波羅11號 載著三名太空人 在當時擔任指令獎的岩士堂 和登月艙駕駛員艾德林 一度離開太空艙 站上去月球的表面 並插了一支美國國旗 當時 岩士堂更加說了一句經典的話 流傳至今 這裏是一個人的一小步 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為了紀念這一天 人類在航空事業上的突破成就 當時 美國總統尼克森 更加宣佈 7月20日定為人類月球日 繼阿波羅11號輝煌的成就之後 往後美國 每次的登月計劃 也都越來越進步 阿波羅12號 14號 15號 16號 17號 接連成功登陸月球 有照片 有直播 還有新聞報導 一起看起來 完美無瑕 無懈可擊 但是 問題又來了 多年以來 能夠成功登陸的國家 雖然還有前蘇聯和中國 但是 成功載人踏上月球的 始終只有美國才做到 即使現時的科技對比當時已經更加先進 他是仍然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做到 而美國在這個項目上取得如是的成功 照計 應該繼續把握優勢 繼續發展才是 但是 自從1972年12月14日 阿波羅17號 進行大陸次登月任務之後 就再沒有進行過任何的登月計劃 到底 是科技退步 還是在裡面存在著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究竟背後 又隱藏著些什麼故事呢 阿波羅11號太空船登陸月球的直播 可謂轟動船球 但是其實 只要再仔細看幾遍 就會在直播當中發現 很多令人廢解的地方 眾所周知 月球是被真空包圍的 那為什麼美國的國旗 在沒有風的環境下 仍然都能夠飄下飄下的呢 再看下去 我們就會留意到 太空船著陸以及升空的時候 強力噴射引擎被開動之後 力度可以達至1萬磅 但是著陸地面的時候 並沒有出現凹坑 支架仍然一層不染 而升空之後 連宇航員留下的腳印也沒有被吹散 說到升空 在某些登月離開月球的影片當中 影片的鏡頭竟然可以隨著登月艇向上移動 那到底又是誰在操縱這個鏡頭呢 這個問題真是來人籌味了 是不是為了鏡頭的角度 而犧牲了某位宇航員呢 還是因為現場 還存在著一位不可告人的人物 幫他們搖控鏡頭呢 其次就是 無論是降落或是升空的引擎聲 理應達到140至150分貝 但是在地面控制中心 和登月艇的對話當中 它是完全沒有出現過 更難理解的是 憑著52年前的科技 竟然可以令到相距幾十萬公里的人 在無電線連接下 它是能夠即時對答 以及傳送影片 我們在登月直播當中 也都看到登月艇的外殼 可以說是比汽車更薄的鋁片 但是它又是如何穿越 泛艾倫輸輻射帶 抵如外太空輻射的傷害呢 想要去到月球 太空船起碼要有六尺厚的圓板 才能夠穿越這些輻射帶 如果遇上太陽風暴 輻射帶的輻射 更加會增強一千倍 這樣就會用上六千尺的圓板 所以要穿越這些地帶 簡直是天荒夜譚 我們經常都說 城市的光污染很嚴重 導致我們不能在城市的夜空中 欣賞星星 這樣月球應該沒有光污染了吧 但是無論是登月直播或是照片 月球的天空總是漆黑一片 連一顆星都看不到 其實 阿波羅登月計劃的影片 和照片的真偽 幾十年來一直都為人救病 無論是影片或是照片 遠處背景只要達到某個位置 就會顯得不自然 和其他物件不銜接 眨眼看起來 就會覺得背景好像是 用front screen projection技術投射下去 簡單說 就是用投影機 將背景投射在極高反光度的投影幕上面 而說到照片以及影片 那就不得不提拍攝的器材了 時任的NASA媒體服務總監 Brian Rouch就說 當時的拍攝器材 無論是飛鏈還是相機 都是為到宇宙 以及月球這些極端環境而特勢 但是 無論是Huzzle還是Order 都指出他們所提供的器材 並沒有經過特殊處理 只是在相機外面 加了一個不能夠防輻射的金屬外殼 其實 飛鏈一旦暴落在25REX的輻射當中 所拍攝出來的照片 就會變得白白一片 這樣 由宇航員在宇宙以及月球上面 以普通相機 以及飛鏈拍攝的照片 又是怎樣在反航過程當中得以保存 再經由NASA發布的呢? 還是說 這些相片其實根本就不是在宇宙 而是在月球表面拍攝的呢? 大家只要啟心想一下 就會發現當中無稽的地方 現在隨手拍下來的高清相片 狠狠地都超過2MB的記憶容量 但是 在50年前 NASA卻聲稱 能夠用一台 只有2K主機液體的RAM 以及32K儲存量的電腦 2K即是連1MB都沒有 更加莫說現時經常用到的1TB容量 所以 單單只有2K的電腦 就能夠將一手載人的火箭 準確無誤地發射到月球 完成登月的歷史創舉 真是好神奇 好了 再來對比一下 當然 在亞波羅11號上面使用的導航電腦 運算速度只有1MHz 而2012年出產的iPhone 5 是用A6晶片 即是2顆1.3GHz的CPU合成使用 1300MHz即是1.3GHz 所以 iPhone 5 比當年的亞波羅11號 要快足足2600倍 大家試想一下 現時一部iPhone 5 可不可以代替電腦的部分 帶你上月球呢? 那就當然不行了 所以 登月這個複雜的任務 使用功能和速度這麼慢的電腦 又是如何運算這麼複雜的數據 去應付和操縱一手 要穿越38萬公里太空的登月艇 往返地球和月球呢? 都還未計算 登月艇上面各種器械和衛生設施 都需要極大量的即時數據輸入 才可以在首次人類登月旅程當中 完全準確無誤地 安全運載多名太空人往返 如果是這樣 只需要使用這麼小的主機液體和儲存量 就能夠完成這一項偉大的登月計劃的話 按照現今的科技先進程度 人類登月應該可以好像去旅行一樣 簡單方便有快節才是 但是從種種疑點可見 50年前的所謂登月事件 看來極可能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 只不過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現時人類的科技不能夠穿越太空 但是他們又可否透過太空天梯來穿越太空呢 有一本關於太空物種的書 This New Ocean 封面上有兩條黑色的平衡線 從地球升上去月球 穿過月球的兩邊 如果你用圖像曝光的方法 處理NESA所拍的每一張太空照片 一樣都會看到這樣的線 從地球通上去太空 如果你說這些可能是影響上面的問題 很有趣的是 美國也宣稱他們正在研究太空天梯 在1999年 NESA有一個研究小組 專門研究這些通往外太空的太空階梯 只是他們並沒有告訴世人 這些太空站早已存在 他們並不是研發 而是研究如何使用現有的太空站 或者你會覺得太空天梯 比起登月謊言更加天荒夜譚 但自2011年開始有消息指Google 設有兩個秘密實驗室Google X 研究讓人類直接以升降軌道上太空的太空天梯 雖然暫時沒有更多的資訊是關於Google X 但有關太空天梯 則是有很多古老的記載 例如一些古老的畫像 神話、墨田圈等等 其實太空天梯也稱為7的管道 7 隱藏了空間轉向的秘密 在數學符號 向亮箭嘴的形狀和7非常相似 向亮符號的線頭 在科學上都會形容為 由一個空間轉去另一個空間 看看以下的資料 你可能會理解太空天梯 是不是真的極有可能存在 這一幅14世紀的瑪利亞畫像當中 你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不明的飛行物體 更加有一個人看著它 而畫像左邊的太陽下面 出現了三個七字形的標誌 細心留意另一幅畫像 瑪利亞衣服上同樣出現了七字形的符號 而第二幅古埃及的圖畫當中 在墳墓裏面就有太空天梯 當子社體 這條階梯竟然是連接到星星和月亮的 而在印度的往事書當中提到 Vicino發生為人變成阿凡達 阿凡達的意思就是 神由另一個世界 經過一條人間的通道 發生成為人類 原來這裡的阿凡達就是7的意思 在古埃及的神話當中 何老師的眼也是全視之眼的符號 也有著於親一個形狀 何老師的父親 Osiris的能力 就是能夠由一個空間轉移到另一個空間 被稱為陰府之神 此外 他也負責祝福農作物和小麥 Osiris的符號 Flare的功用就是用來打小麥 而這個符號的形狀也很像一個七字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英國亂石堆一帶生產小麥 而在那裏就是出現最多墨田圈的地方 墨田圈的小麥 都是在人無法解釋下 離奇彎曲成為七字形 成為有系統的圖案 然而世界各地的航天和太空總署 都不謀而合理 選用了七這個符號作為標誌 究竟是否他們已經知道 這些管道能夠通往其他星球呢? 這一切的巧合 的確內人寂寞 好了 這次的題問是 這些認為1969年美國登月背後的真相是甚麼呢? 是A真的利用了太空天梯 還是B是演出來的一場戲呢? 將你們的想法在下面留言區告訴我們吧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subscribe 以及share給更多人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